接著她的自律放假天行程的一天 一碗還沒洗 吃了一碗還沒收 她的團難度不會腫的 原來我跟之後一樣 多為了一 我是一個老母 而之後不是一個老母 Nice 你來看水嗎 那裡 你去哪裡 去哪裡 小心點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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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 耶 你真是生命 哈哈哈哈 nice nice you got it ok me 大家好 阿Lise 早 但我發現我每次拍片都是早晨 果然是一個神型人 今天是我的假期 所以我沒有特別計劃 什麼行程 其實我昨晚已經開始放鬆 我就看韓中俄獨自生活 看了我這麼多年 雖然我不是一個 極度沉迷kpop或者經常看韓劇 很受韓國流行文化影響的人 但又怎會沒有很欣賞或者喜歡韓國藝人呢 如果kpop偶像裡面 我很喜歡自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他那集的 我獨自生活呢 也不是近期 我自己看過好幾次 我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我更加喜歡 更加欣賞他 舞台上面的他很漂亮 身形很完美 但在紐州山達那一集的他 太縮到不得了了 就是這個很衝突的感覺令觀眾覺得很有新鮮感 那天就是他的放假天 即逢今天也是我的放假天 所以我就想跟著他的自律 放假天行程一天 看看我覺得有什麼感受 第一個字下對一天要做的task 就是他一起來其實他不是只坐在那裡 喝咖啡 他是整個屋周圍走 就是他一起來就去收拾屋 確保他全日下來的生活環境都是整潔 不會有些雜物在睹眼睹鼻 我想說這件事我是超激怒的 不是想攀附他 他說我跟你一樣 我也是這麼成功的 不是 我都真的一起來清潔狗賊隊 周圍看哪裏有垃圾 哪裏要收拾 我真的要收拾全屋的所有東西整齊 才可以開始做到事 所以一起看看昨晚這間屋 有什麼需要收拾的地方 昨晚我和巴西有看這部戲 超真實呈現 一個老公的外婆 一晚之後還沒收拾的生活空間 是這樣的 我昨晚還做了一些squat 舉了一陣啞鈴 這些東西還沒收拾 它還在 然後 聞到吃的零食那塊骨 還在 然後有些固醬是暖的 也不算很恐怖的 純粹 有些東西放出來還沒收拾 來到廚房的部分 有點暖 通常每一天晚上睡前 我都要確認 我差不多喝了兩瓶水 所以第二天早上要做 其實是倒一些水 因為昨晚我們看電影 所以有外賣到一些 戲院的popcorn CGV的popcorn 很好吃 昨晚叫了之前 和焦糖味超正 碗還沒洗 這裡 吃了碗還沒收 這裡 煮了一點點食物 忘記要花了一個櫃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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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暖的 因為我在晚上做完東西 我不會馬上睡 我會等第二天的人 有兩塊 昨天買收到新的電信 燈 相機有N部 咖啡 昨天出了影片 畫thumbnail 插電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剪片 我現在一直梳頭 剛剛早上準備好 桌面 衣服在這裡 都真的有點亂 我們就來 接下來的部分 走吧 先把鞋 放回鞋櫃 我們就大量買了這種鞋 可以把兩隻鞋 上下這樣排列 先用鞋櫃上面 因為經常用不到的空間 所以現在一層 可以放多一倍的鞋 如果我這個位置再加多一層 其實我還可以再放多六七雙鞋 但現在的鞋櫃是很整齊的 我昨天上網買了這些 雪櫃的收納盒子 其實也不一定是雪櫃的 不過我想大家都明白 雪櫃你用得很久 無緣無故都會有很多東西 這些其實可能是吃薄餅 或者我煮其他東西 雪櫃蒸了包 通常你有時料理的時候 會用到的東西 你扔掉它是曬的 所以就要收納起它們 另一個盒子就是 專門放這些外賣融化的醬 士多啤梨醬 Hot Sauce M幾甜酸醬 真的是補藏 所以放在一邊 這個就是聞到它平常吃東西 這種 毒辣包裝的肉類 廚藏的盒子 很神奇 你看到嗎 這裡可以自己抹下 我這隻蛋有多少好買的 所以你就知道它會不會過期 這些我是前天才買 就不用設定 那我就馬上眼淡很多了 大致上收拾好整個office 下一個之後的介入行程 就是打理植物 他那一集好像還有買一些新的植物 他就說他會趁放假的時候 真的很好地照料一下一些植物 可能幫他們買葉 淋水 我曾經是一個植物殺手 養什麼死什麼 去到韓國自己住 開始慢慢養不同的植物的時候 我就覺得 真的很喜歡 綠葉植物是向光的 但季節不同 家裡的光線會有些不同 他們會向著光的方向去生長 我就覺得 你們真的很可愛 真的 我自己放假的時候 都喜歡去收拾一下 打理一下 我生活的空間 或者我自己本身 最近不是入春的 我把這一盆植物放在窗邊 我立即飆了一塊新的葉出來 如果葉有少少 複蒜 就最好剪掉它 撿完一輪屋之後應該都肚餓了吧 之後都肚餓的 第二個行程就是 做早餐 我曾幾何時都以為女團是 不食人家煙火 長期都是一條番薯 兩隻燒蛋 但看了自校 那空者Sundar 那一集之後 原來他都吃很多東西 他大約一早起床 就是吃一個 新拉麵 雖然節目 就把品牌 和包裝 撥了 但我不是很難的 看一看 是新拉麵的 非油炸版 在節目裡面 連水味滾 已經丟了麵 然後主持人就說 你平時是否很心急 之後 吃拉麵 他會 加一大匙 韓國家庭必比 已經剁碎了 的蒜肉 我還蠻喜歡吃蒜 我先加一些 之後他很喜歡雞蛋 所以他會放雞蛋 等我放一隻 然後他在表演說 比起拉麵的麵 其實他比較喜歡湯 所以他做拉麵的時候 是會加很多東西 在湯裡 平時他說還可以加泡菜 這隻泡菜我都喜歡吃的 我超久 每一早 吃這麼邪惡 這麼重鹹的東西 雷團難度 不會腫的 我現在聞到那種鹹味 我已經覺得 會腫到爆炸 不過放假天 我還是做回自己 吃回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另一樣 很心急 和很大叔的東西 就是他煮完麵之後 從圓攀麵搬到餐桌 就開始吃了 即是他連碗都洗燒了一隻 所以我今天也是 圓攀地 吃這個芝巧拉麵 另一個Fun Fact 原來 我和芝巧一樣 都是左人 但我不知道他寫字 用左手或右手 因為我是吃飯左手 寫字右手 然後選一個想看的影片 加了蒜蓉的麵 真的香很多 大家吃飯是 吃了才洗 還是洗了才吃 修飲部 的GDT 其中一個 智孝那一集 我讀自生活 令我最驚訝的點 有一個我 就是他走到雪櫃開 雪櫃拉開 飲品那一間 全部都是燒酒 可以看到他一手燒酒杯 一手燒酒 然後倒完一杯 又一杯 他說單喝燒酒的話 會更加純 更加順口 所以退出了江湖很久的我 決定今天要來挑戰 我在喝燒酒之前 當我來吃了這個 Return的護膏 我吃 三秒定律 這個護膏 就算我那天喝喝酒 我都會吃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和巴西還是曖昧的時候 我們十點多 就要去夜店 喝杯東西 但是因為那時候 有一點點 單戀巴西 所以我就有點太緊張 每一次要單戀 跟他見面 我都會去便利買一支燒酒 捏著它 因為整支酒 很浪費它 到集合的時間 我會這樣看 就已經是這樣的 口味都沒有 旁邊沒有食物的時候 喝燒酒是 甘醇甘甜的 我總共用了差不多15分鐘 喝了半瓶 喝酒雙肝這件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雙肝又怎麼會只有喝酒呢 生活壓力公式不定時 買東西 高油高脂高糖的飲食習慣 都是非常雙肝 長期下來 還有機會會引致脂肪肝 還記不記得自己小時候 上生物糖的時候 肝臟的作用是什麼 分解毒素 分解脂肪過濾 還有維持我們免疫力 正正常常發揮的 超重要器官 偏偏我們的肝臟 算是一個很沉默的器官 有苦都不會伸 所以年輕 或者你出了一些初期的肝功能受損 是沒有什麼表面的病症 透過了治療的時間 日積月累肝損害 累積到一定程度 整個系統功能就會一秒崩塌 原來現在脂肪肝 已經不再是中老年人才有的病 是越來越有年輕化的趨勢 經常看電影電視劇 誰是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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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肝癌化 肝癌 其實真的不是電視程節才有 我們家意見的朋友之間 都一致認為 Return這個肝功能再生的製品 是超級正的 它是100%日本製造 獲得GMP國際規格 亦都全無藥性 因為真正全方位的護肝 不可以單一地靠抗氧化 去保護我們的肝臟 還要針對肝脂肪水平 肝的排毒機能 和平衡炭水百合物的吸收 如果你是很容易累 食育不足 皮膚偏辣黃 和經常都肚脹 有可能在肝臟健康出現問題 如果你是日常的護肝 其實每天吃兩粒 做一個保健的作用就可以 脂肪肝指數偏高的朋友 每天可以吃三至四粒 還有我發現這個護肝的食物 它是可以解酒的 真的不鼓勵大家喝這麼多酒 但如果你真的有些場合 譬如朋友結婚 你需要應酬 你知道自己可能會喝到酒 在那滴酒落你喉嚨前 那半個小時 先吃了這兩粒 如果你是喝你平時的份 吃了這個護肝丸之後 感覺是沒有那麼容易醉 還有第二早起床 宿醉程度都是微乎其微 我這次吃了應該兩個月 我最大的感覺是 睡滿質素變得很好 我中間不是去了剝志維茨的 很多朋友回饋回來跟我說 都說剝志維茨頭兩三天 你是不用只要睡得軟 我睡得超軟 你常的好睡 你沒有壓力好睡 第二天也是叫好睡 還有第二早起床 是有種充滿電有能量的感覺 真的不會起床 是病染很辛苦 甚至我的口是在爆血 覺得很深沉 還有半夜都不會突然痠 還有就是 臉色 你肝臓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臉色是超差的 你會很黃很暗 當然一些提亮型的護膚品 或者化妝是幫到你 但如果可以在內臟做一個改善 那種白症紅潤是由內到外 我很多時候拍片 我真的一滴粉底都沒有 但你覺得整體的臉色 跟我一來韓國 那幾年黃都不得了 是一個超大的分別 及早改善你的生活 飲食作息習慣 配搭一個可信 有效的護膚品 將來你自己是會多謝你 4月12號到25號 買兩件會有850 折後一件只是424元 半零3cam辦門市 和網店有售 記得請優惠入手 哈囉大家 畫面一轉 我就來到韓國的傳統市場 之後在我讀字生活那一集 他都去了街市買了一些食材 年糕 他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我都來到我家附近街市 我覺得重賭街市 真的不容易找 畢竟是一個新都市 現在就是士多啤梨的貴味 但這些都挺漂亮的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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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韓式的 類似沙翁 傳統市集裡面 其實都會有一些超級市場 價錢當然會比連鎖的便宜 我也進去看看 我也很喜歡吃這個 這款裡面是包芝麻 糖粉 韓國的傳統市場都很流行買這些炸雞 通常街市的叔叔依依依會比較親切 你問他吃什麼東西 什麼新鮮 他都會推介你 街市買的送回來 就是要進入下一個的自孝假日行程 就是整電器 他一個挺下手下腳去做家頭世務的人 甚至是連換天花要扭扭扭扭電線的燈 他都會自己做 那個真的樹我沒有這個技能 可以做 還有我們家不需要換燈 但是呢 很多電器相關 順利電器相關 改善家居 home betterment的mini project 我作為office的房間有很多電器 相機充電器 安部電話 電話機充電器 燈熱器 耳機 就這樣看已經超多 所以我現在的拖板 不算很夠用 而且電線開始迂迴曲折 卡在一起 我每天看到我都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買了這些叫USB Tower的東西 那他呢 就真的是 他呢 就好像這樣 一座塔一樣 有很多不同的插座位 前面還有一欄是USB或Type-C 電線用的 那我另一個買的呢 就是小一點點 8孔加4個電線位 因為我房間 我總共有兩個充電器 一個就是跟著我做事剪片的電腦 另一個就是跟著我梳妝桌 可能是一些直髮梳 風孔曲髮器之類的電器 所以就買了兩個Tower 把它們分開 然後就是 這個 是不是競使咖啡廳啊 餐廳啊 放出來給一些吃吃充電的充電器 我現在連家都用到這個陣醬 因為我今年不是換了iPhone15 另外那三部舊電話呢 其實是沒有淘汰的 就是它們還是有各自的功能 所以我現在就擁有四部電話 所以真的有很多電話要充電 其中一個我都覺得有點煩的 就是在韓國生活呢 其實有些App是 只是在韓國的App Store才有的 但沒有翻學啦 或者他去開那些醫院診所啊 這些非常韓國本地性流通的App 一定要有韓國App Store 好 我叫做大節收拾完電線了 我真的不知道之後是怎樣 一邊收拾一邊都是很漂亮 還有很專注 我一邊收拾的樣子是一邊歪了 一來是很多層 還有很多電器 突然又找到一些 我幾百年沒用的東西 為什麼會堆在房間裡這麼久 然後就一邊抹塵 一邊斷捨力 然後整理了兩個PowTower 然後我看一下房間 其他地方 我覺得一睹眼睹鼻 我又開始整理 所以我整理了 放在我的相機 器材那個櫃 現在就是這樣 剛剛是亂創鋼 那些東西到處亂放 現在叫做有一點系統 然後前面上的充電器是這樣的 比起以前是會多了線 但沒辦法 是多了充電器 所以集中一起充 放了一會兒 如果我真的覺得很多眼睹鼻 我再想辦法 原來這邊 是有特地設計到一個位置 讓你一邊充電器 一直放在這裡 Power Tower 已經投入工作當中 後面的插束 就全部都已經在用了 前面那些 因為是平時容易接觸到的 充電器 所以就留空它 如果有什麼需要 就可以方便你在前面上插掣 然後最大的改善 是我的操縱桌 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Power Tower 尺寸是剛剛好 然後我把以前放電器的盒 拿來放電器 平時最經常會用到的東西 就放在這裡 已經放好 隨時可以開啟用 然後這邊 蓋住了 也是非常多電線 當然 是相機充電 以及Beauty device充電 就是在這裡 最下集的節目都有說 當自己親手去完成一件事 會更加覺得驕傲 更加滿足 更加珍惜 我也覺得是 自己辦公室自己收拾 所有事情都更加得心應手 A到這裡 M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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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FIRTHDAY SIRLIE HAPPY BIRTHDAY TI SSIRLIE HAPPY BIRTHDAY SIRLIE YAY 浮述シリ HAPPY 1 2 3 5 1 2 3 1 2 3 4 4 4 很好玩 那個貓外賣了 沒時間出去吃 畢竟我是一個老母 而之後不是一個老母 沒菜啊 幸好我自己有 今晚的晚餐就是菜包肉 因為之後在節目裡面 他就直接去了一個菜包肉的餐廳 但我剛剛暗暗暗睡之後 我已經不想再無緣無故會穿衣服開車出來吃飯了 叫外賣 吃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今天叫這個是一人的菜單 好香啊 我第一次吃這間 我平時吃開心白的那間 拍攝了 收了 我叫的這個是白色的斜肉 其實應該是沒那麼多辣醬 之後在節目裡面吃的那種 是韓國那種好像白灑的肉 那我就真的不喜歡吃了 它的炭烤味很香 而且果然是一點都不辣的 然後今天是下來的體驗 我覺得它放假的風格跟很多人都很不同 有沒有發現它放假的時候 你已經是最放鬆的 坦絲做垃圾的日子 它反而是可以做一般人最想逃避的 這些任務 深谷 弄電器 洗衣服 打理 植物 所以是真的個性 如果你本身也是一個很自律的任務 你今天放不放假 你總會把自己的時間塞到爆了 這個湯下了胡椒粉 有多特別 還有我今天也託阿智夏的福 我全天只吃了韓餐 一早上是韓式拉麵 然後喝燒酒是比韓國更厲害 然後現在這個斜肉店 是超級韓餐的一件事 我剛剛吃完飯休息了大半個小時之後 最後一個活動就是做運動 在節目裡面他就有時間去做Pilates 但我現在就已經沒有再上Pilates 因為我的導師他有生小朋友 然後小朋友現在初生他都很忙 所以我現在運動模式 但是一早起床空腹去gym做一些輕量的運動 還有就是晚上洗澡之前 會做一些伸展 Squad Plank 還有一些啞鈴可以做一些局部肌肉的訓練 主要都是巴西訓練我 之後做運動的時候 我留意到他的導師是非常嚴格 他們不知道他在做腹部運動還是什麼運動 然後老師叫他 你不可以擁抱臉 你要微笑這樣做 所以現在我做我的夜間運動 我也決定要 Pilates真的做10秒 已經很想放棄 很累了大家 我現在整頭都在滲汗 我要去洗澡 今天這個假日都算搶 可能因為我還有照顧懵懵懵的原因 這個就是之後的routine放假一天 只可以說KPOP Idol可能在台上看到他3分鐘表現是很有生命力 因為自己管理得很靚 這絕對不是很容易的事 其實人類我們要做一個正常人 即是說家裡reasonably那麼乾淨 人reasonably那麼健康那麼漂亮 已經是一件很難的事 因為維持這件事本身已經是一個很有難度 很值得大家為自己驕傲 為自己鼓掌的一件事 即是大家不要經常覺得看著隔壁位 或者看著這個人在IG 好像生活很美滿 這樣一路比較自我形象 就是一路縮小縮小 自卑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其實你今天又完成了這麼多的task 又過了你所謂平凡的一天 看著影片的大家 無論你今天過程怎樣 我覺得你們已經做得很好的 是power what you 下條影片再見啦 再見啦晚都 拜拜 likely 你心裡的好餐 你心裡的好餐 好好的